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今天是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保卫环球政圈 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海云陪你一起开市 Thomas,今天大事有什么借点? 恒指到了晚九点 我们会看看后市有什么看法 倾向是你好还是你答的 另外也会追踪一些强势的安排 其中也有航运股和赌业股都会谈谈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股票上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投资心得上交流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M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的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各别发展的道指向下 市场官网联储局星期三公布通胀数据 三大指数高开 道指最多升134点后倒跌 收市跌81点 收报39,431点 标指微跌1点 收报5,221点 纳指向上升47点收市 收报16,388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大升3.7% 欧洲股市普遍向下 一起看看GDM科技股 Tesla反弹2% 苹果股价向上 META股价要跌超过1% NVIDIA股价靠稳 迷因股GameStop在现嘲讽 股价一度升超过一倍 升119% 多次触发交易熔断 收市升74% 另一只迷因股AMC也升78% 2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贸股ADR 普遍比本港上日收市价高 京东高港股收市2% 阿里、腾讯和美团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超过1% 友邦比本港收市高1% 折合$65.04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表现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向上 升8多点 升179点 最新报38,358点 首要综合指数向上升2点 升1普通股指数 和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暂时都是向下的 我和Thomas谈谈大市的情况 先谈谈美股 现在的情况就是 最新数据看到 纽约联储银行的消费者调查 4月份市场对一年的通胀预期 3月份的时候的数据是3% 现在就加速到3.26% 通胀预期是去到5个月 即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今晚会公布PPI 市场今个星期的焦点 看着明晚公布CPI数据 市场预期按月就会升0.4% 连续3个月未见有回落的迹象 核心CPI按月比较 就有机会稍微回落到0.3% 现在就是对于是否今年内啟动减息 和今年减息多少次 市场都好像有一些不是很一致的看法 这一样减息的时间表和减息的次数 其实就会左右着后市美股的走势 Thomas你如何判断减息的次数和时间表 还有美股现在都在非常接近历史高位 你觉得今年内有没有机会继续破顶? 我想暂时去看 其实都是关注物价方面的走势 之前一直都会想 市场是关注到可能是3月或者6月 会进入减息周期 去到现在的时候 已经推迟到起码9月才减息 但是也要去考虑 始终今年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 11月就会选举 倾向上来说 我想迟过9月才减息 那一个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而且也看到 美国近期一些数据 都是反映了 经济表现似乎没有去年年底 或者年初的时候那么强劲 也会变成了一个减息的誘因存在 所以初步去看的时候 有机会可以留意着9月的状况 现时来说 一些科技股都陆续公布了 季节 所以相对上 虽然表现三次 但是个别来说 亦都有一些不错的亮点 现在都支撑着美股的走势 但是如果要有一个显著上升的动力 可能暂时就未必有 我想资金现在都倾向流入其他股市 好啊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上日的情况 一会儿和Thomas详细谈谈 他对恒指后市走势的看法 好 恒指昨天重上19点上 昨天低开59点 早段跌幅一度扩大到136点 气候掉头上升 并且已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恒指收市升151点 收报19115点 国指升0.6% 收报6761点 科指升1.4% 收报4018点 大市全日成交1472亿 阿里巴巴即前升4% 东方海外升级6% 北水继续录得淨流入 昨天的金额有88亿1千万 盈富基金有28亿6千万的北水淨入 工行有4亿5千万 快手袖继续有北水淨流出 金额减少到2亿4千万 美团和腾讯又再转为北水淨流出 腾讯昨天的淨流出金额4亿8千万 我和Thomas聊聊过大市走势 昨天就先跌后升 昨天开市的时候低开 之后就跌幅扩大 还以为开始出现一个调整 谁知道就非常早段 已经是咬腰向上 收市重上19000点 去到去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还有继续有颇大的成交去配合 昨天有1400亿的 不过大家都记得上星期五 是去到1700亿的 如果1700亿和1400亿比较 昨天就稍微回落 中金就说到 恒指已经触合他们 在基准情形下第一阶段的目标 即是大约1900点 他说港股在这个位置上 休息一下甚至是回调都不意外 但他们同时提到 如果在最乐观的情况下 例如在当局政策进一步加快法力 我们稍后会详细谈 因为内地昨天公布了 会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中金的意见就是说到 如果有一些进一步加快法力 那些政策面 就会推动基本面的复收 港股对应的目标是22000点 港股金钻上升 由上个月中开始 十年升之后 稍微回套了两天 之后再升三天 累计这三天又再升多八百多点 不过外电说到 拜登政府有机会 最快在今天 就会大幅提高内地的商品 出口去美国的关税 短线走势来看 Thomas 你觉得会不会像中金所说 会抬头再向上呢 回调去到什么水平才会再向上呢 以及指数上半年来说 可不可以上贸二万点呢 下个星期 基本上就是 阿里巴巴的公布业绩 下个星期都会陆续 其他科技股有一些 季积公布的时候 如果在投资者的角度来说 可能是趁着一些好消息 来沽货 比较大的可能性 就是下个星期 出现一个调整的状况 好了 但是公布完业绩之后 如果继续有资金来去追捧 相对上来说 就没有了这个调整期的状况 刚才Wendy也有说到 大市成交金颜 稍稍有一个回调 关注位就需要留意 是1500亿的状况 基本上1200亿到1500亿 就是属于一个健康的水平 1500亿以上 就是交头是比较活弱的 所以如果是 昨天就未到1500亿 今天和明天都仍然 维持在1500亿以下的时候 只是维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 可能有机会 短期的升势未必是很强的 如果参考 基本上由2020年开始 去到上年来说 都是廣估出现一个跌市的状况 上年来说 一月份开局的位置 就在19570点 所以暂时可以留意着 如果去到这些水平的时候 调整的机会相对上 会比较高 现时的状况 已经去到上年8月的水平 8月11和8月14日之间 就有一个下跌裂口 现时已经成功回补了 那一个裂口 因为裂口的顶部 大概是19050点 昨天收市位 已经去到19100点 已经收补了 但要留意 今天和明天 如果都继续收在裂口之上 到时就可以看我刚才说的目标 大概是19500到19600之间的水平 好 第一步先看19600 其实内地琴公布了 今个星期五开始 就会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这个在两会的时候 其实已经公布了 现在最新就是公布的细节和时间表 第一批就是 刚才说到就是超长年期 是30年期的 第一批是有400亿 下星期五就会发行20年期的 总共会分22期去推出 加上合共有1万亿的 那经济师相信 为了推出超长期特别国债 预计人行会在下个月 以至是第三季 即时间就是在商局 有机会降准 去向市场提供这个流动性 有大行也预期了 今次发行的国债 可以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 大约是0.8个百分点的 Thomas 你怎样判断呢 就是说今次发行的1万亿特别国债 对推动经济增长 以至是市场气氛来说 今次是否有一个明显的利好作用 我想谈的是一个感上天化 因为近期都有不少的利好消息 其中也有不少是针对资本市场 之前中镇监也有说到 五项的措施 市场解读 对于互深港通这几个范畴 都有交投的帮助 亦是鼓励内地的大型企业来到香港上市 这些消息面 就直接对于资本市场的帮助会比较大 至于今次的超群国债的时候 超群国债的时候 超群国债的状况 市场的关注就是 到底资金是落在什么方面 现时去看的时候 互相上落在安全能力基建的范畴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 暂时来说 可能涵盖的范围未必公布得很长程 所以相对上来说 可能都要再关注一下 到底安全领域是和互联网的安全有关系 还是其他的范畴是相关 又或者会不会和人工智能相关 关注度会比较高 如果倾向上 都是以高端科技的向导为主 相信对于一众科技股的刺激会更大 现时来说 港股五大权重股